大家好 这里是海力汽车台 我是海力 说起李舒福 除了他的吉利汽车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海外收购了 目前人家可是左拥握握 右抱戴姆勒 手里还握着宝藤 路特斯 吉星 スマート 伦敦出租车等等一堆国外品牌 盘点下来 感觉造车对于他来说就是个副业 收购才是他的正经事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唠唠 李舒福的第一次收购 也是中国车企第一次成功的海外收购 吉利收购英国猛瞳 英国猛瞳这家公司你可能没听说过 但他家的产品你一定见过 就是在神探夏洛特里面常常出现的黑色出租车 它现在也是伦敦的一个符号 和红色双层巴士 红色油桶并称伦敦三大街头大咖点 同时它也是少数幸存的英国本土汽车品牌之一 作为垄断式运营的一部分 猛瞳公司垄断了伦敦出租车的整车和所有零件生产 以前还能接见劳斯莱斯的私活 做点兼职 搞点副业 后来劳斯莱斯卖身的宝马 猛瞳的副业也就拉倒了 副业凉了 他主业也干得不咋地 一年才能卖2000多辆新车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车都是手捏的呢 其实猛瞳也不想这样 但是没办法 产量上不去 而成本却是越来越高 进入2000年 猛瞳一辆车要卖到快3万英镑 折合当时人民币超过40万 伦敦的低哥又不是不实数 这钱买点啥不行 好在猛瞳还有家底 日子过不下去了 就卖点地 卖个房 但这也不是个正经事 想要保住伦敦出租车的业务 猛瞳就必须到新型经济体找个伴 把新车的价格压到1万英镑左右 找谁呢 中国呗 为啥呢 因为当时的中国车企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 制造水平远强于其他新型经济体 简单点说 就是比我好的都比我贵 和我一样价钱的都没有好 这就是一种本事 所以猛瞳的选择就只有中国 话说回来 猛瞳想明白这事 就在英国本地找了一个中国通 委托他去物色合适的中国车企 而这个人后来对吉利收购沃尔沃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就是王坚 王坚是个四川人 90年代就去英国闯荡了 后来在英国开了间咨询公司 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哦 补充一句 这哥们主业是个小提琴音乐家 副业做生意 所以这就说明 能不能赚钱跟学啥没关系 屏幕前面的小伙伴 你们要是有生意做得不太行的 看看要不要补门乐器 说回王坚 他接到委托以后 先是带着猛童找了一圈国有车企 像一汽 二汽 上汽和奇瑞 然后 一个都没成 2000年初那会儿 咱们国内的国有车企 能叫上名字的 都有钱 嚎着呢 都盯着国外的名品牌呢 比如上汽 04年就把韩国双龙收购了 猛童在他们眼里 那就是大鸡不吃小碎米 大鲨鱼不吃小鱼干 根本看不上 王坚一看 国企看不上 那就找民企吧 不过他也是倒霉 他找谁不好啊 创始人仰龙正忙着和良宁省政府打官司呢 哪能顾得上这事啊 太失败了 就这么找啊找啊 到了06年初 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坚和李淑福在杭州的一个酒店碰面了 得知王坚是在给著名的伦敦出租车找买家 李淑福就说 留下吧 别走了 话说 李淑福眼馋国外汽车品牌好久了 为啥呢 能为啥 还不是吉利当时把搂当秋裤穿 怎么脱都脱不下去 虽然当时的民企 像吉利和长城 比亚迪都不洋气 但是吉利在脱low这件事上 格外费劲 比如早在03年 吉利就推出了中国自主品牌的第一款跑车 吉利美人豹 这事干的吧 就 特别没法说 美人豹这个车好不好 我不想评价 但是它那个售价和那个质量 对吉利的品牌形象绝对没啥贡献 05年 吉利委托韩国大雨汽车设计的吉利自由舰上市 这个车哪哪都挺好 就是外观怎么看 怎么像个三香下力的拉皮 售价也仍然是妥妥的五位数 其实那会儿的吉利 无论是从销量上看 还是收入上看 都不错 而且上市之后它还有钱 唯独low这个事 给李叔福筹得一点招都没有 后来 李叔福想到了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的办法 从国外买一个落魄 但是有名的品牌 接下来就有了和王坚 聊买英国猛童这事了 其实在遇到王坚和猛童之前 早在02年 他就看上wordword了 但真就只是字面上的看看 05年的时候 他和罗福 还有奔驰旗下的smart 都谈了收购 都没成 同一时期 出海买买买这个操作 上汽收购韩国双龙倒是成了 还不如黄了呢 双方04年就签好合同了 可到06年 双龙的工会罢工都没消停 甚至闹出了工人和警察硬杆 整出人命的极端结果 前段时间比较火的游戏游戏里面 担住说自己经历的那场罢工 就是参考的双龙 这次海外并购 上汽40个亿打了水漂 还惹了一身形 弄得里外不是人 等着有空 我给大家好好巴一巴这段 这个事也给所有想去海外收购的中国车企 提了个醒 海外收购不是光有钱就行 还要处理好企业价值观察椅 工会 就业岗位等等很多问题 反正就是破事贼多 可架不住回报实在太诱人了 08年经济危机和之前的一段时间 好多海外的车企都扛不下去了 那是真便宜呀 再说了 李叔福从02年开始就惦记握握了 下手之前 怎么也要整几次海外收购练练手吧 这个时候猛同的出现 就是瞌睡地枕头 正是时候 来 咱们就看看李叔福是咋做的 首先是资本层面 吉利并不是简单的用现金购买猛同的股票 而是和猛同组建了一个名叫 上海英伦地华汽车国际的合资公司 其中 吉利出资4亿元人民币 占股52% 猛同占股48% 因为吉利拥有过半股权 所以对这家合资公司拥有控制权 猛同在合资公司中的48%占股 并不是现金出资 而是猛同用增发的570万新股 加知识产权和猛同的市场渠道 和吉利置换的 吉利换来的这570万新股 占猛同当时总股票价值的23% 这也让吉利成了猛同的最大股东 和同一时期上期收购双龙 南期收购MG 甚至后来北期收购萨博相比 吉利的操作就显得非常高级 我来给大家扒一扒 高级在哪里 第一 吉利用4亿人民币的代价 就换来了合资公司的控制权 加猛同最大股东 加猛同的知识产权 加猛同的市场渠道 第二 除了吉利和猛同各自的融资能力 合资公司还能从资本市场 额外吸引投资 第三 通过猛同的市场渠道 吉利可以把自己的车 也卖到英国去 等于猛同给吉利做了经销商 还不用吉利额外花钱 甚至那4个亿 都没怎么占用吉利的现金流 而是通过香港股市融了的钱 这买卖让吉利干的 不能再漂亮了 大家公平漂亮走一步 除了资本层面的骚操作 李舒服也通过收购猛同 收获了利益相关方的信任 首先是王坚本人 作为猛同的代理人 王坚一开始并不看好吉利 因为他也觉得吉利太low了 但是架不住李舒服真诚 和一顿死缠烂打呀 王坚很快就从了 向猛同推荐了吉利 除了王坚 吉利也妥善处理好了 与猛同之间的关系 猛同虽然规模不大 也就是几百号人 但却是英国几个仅存的 本土汽车制导商之一 再加上伦敦出租车 在英国文化上的特殊地位 这让猛同成了一个风向标 006年7月 也就是吉利与猛同 紧张谈判的过程中 咱前面提到的韩国双龙工会 就用一场长达十多天的罢工 逼着上气 做出了对双龙追加 一百亿元投资的许诺 如果吉利不能获得 猛同工人的信任 那么不光吉利的第一次收购 会面临问题 中国车企海外收购的进程 可能都会遭遇挫折 吉利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 吉利承诺 不会要求猛同 在英国本地的工厂裁员 大家的饭碗都不会丢 第二 吉利承诺 合资工厂具备每年生产 四万辆伦敦出租车的产能 除了返销英国 吉利还会拓展中国市场 也就是有钱大家一起赚 第三 吉利在未来加大对猛同的投资 双方共同开发新车型 吉利在谈判阶段 拿出了极大的诚意 算是给猛同的工人们 吃了一颗定心玩 就这样 在06年11月24日 双方在伦敦黄霞花园酒店 正式签署协议 吉利成功收购英国猛同 李舒福拥有了 第一个外国汽车品牌 作为李舒福的第一次海外收购 我们来说说他的收益 如果单从赚钱的角度去看 李舒福这次收购 就一个字 亏 吉利和猛同的合资公司 后来确实成功地生产出了 便宜的中国版伦敦出租车 并返销到了英国 李舒福也履行了承诺 于08年在国内市场 推出了英伦TX4 想借这个车 打入城市高端出租车市场 但这车和国内的运营车辆的需求 哪哪都不挨着 光是油耗这一点 就劝退了所有机构买家 等于英国市场还是那么小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市场也没打开 结果就是 合资公司每年4万辆车的产能 也就闲置了 猛同因为公司业绩没有改观 股价持续下跌 这也导致吉利手里的那23%持股 缩水不少 如果只考虑金钱利益 那么这个时候的李舒福 就应该把猛同卖掉 自己可以及时止损 还能干点别的 但李舒福没这么做 他不仅没这么做 还通过更换发动机 和尝试把车卖给个人消费者的方式 不断尝试拓展国内市场 那李舒福为啥这么坚持呢 因为很多时候 钱不是问题 信心才是问题 在一直挣不到钱的情况下 李舒福还在履行先前的承诺 一直在尝试复苏猛同的品牌 在王坚和猛同管理层看来 李舒福和他的吉利不是骗子 吉利是真的想让猛同好起来 之后 在吉利收购沃尔沃的过程中 沃尔沃工会远赴英国考察吉利企业价值观的时候 猛同的工人们对吉利评价特别好 说吉利是个负责任的好东家 这也成了沃尔沃工会 批准吉利收购沃尔沃的一个重要理由 而对于红娘王坚 他觉得李舒福有信用 说到做到 靠谱 所以在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准备过程中 把吉利推荐给了世界顶级投行 罗斯查尔德银行 然后 他顺便也给自己在吉利找了份工作 成了吉利的欧洲投资中心主任 海外市场的口碑 上面咱们不是说到 吉利收购沃尔沃以后 产品竞争力仍然不太行吗 这就导致沃尔沃在一二年宣布破产 这个时候的李舒福 已经把沃尔沃轿车品牌收进了口袋 不管是比名气还是比收益 伦敦出租车这个品牌 都完全无法和沃尔沃相提并论 如果李舒福放弃沃尔沃 谁都不会说什么 可李舒福恰恰就没有 13年2月 吉利以1100万英镑的代价 全资收购了沃尔 并将公司改名为伦敦出租车公司 14年3月 吉利收购了一家英国初创公司 绿宝石电动汽车公司 拿到了这家公司擅长的 商用电动车领域的全部专利 15年3月 吉利向伦敦出租车公司 位于考文锤的工厂 追加了2.5亿元英镑的投资 用于增加工作岗位 并将沃尔沃和绿宝石的先进技术 下放给伦敦出租车公司 用于生产全新的 插电混动版黑色出租车 通过天眼查可以发现 今天的伦敦出租车公司 已经成为吉利一个全资子品牌 是一个能盈利的 小而美的公司 更是吉利在英国市场 进一步搞事情的传送门 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这次收购中 利益相关方的得语诗 首先对于猛同来说 那真是赚大了 不光不容工的饭碗保住了 伦敦出租车 这个深受英国老百姓 和当地官员尊重的 老网红品牌 又支愣起来了 福尔摩斯以后 都能做上新能源了 对于李舒福和他的吉利来说 画风就有点歪 本来收购猛同的主线任务 是吉利品牌快速脱楼 但主线任务用了十多年才做完 快速就别提了 归宿还差不多 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漫长的过程 开启了隐藏副本 而收购猛同 做成了吉利海外收购的样板工程 极大的降低了 后续几个收购对象的信任成本 带来的收获 远远超过了这次收购的初衷 而这种信任 恰恰是很多财大起诉的国有车企 求之不得的 以吉利为代表的很多中国车企 在过去二十年里 已经实现了把车造好 和把车卖到全世界 但品牌出海 尤其是走向欧美日韩 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的路 可以用艰难坎坷来形容 一方面是国外固有的 对中国制造的歧视 更多的是对你的不了解 没有了解 谈什么信任 吉利说过猛同为起点 后来拿下了马来西亚的宝藤 以及将领克品牌反向输出欧洲 让世界看到了 我们自主品牌是体面的 是尊重不同文化的 是有眼光有格局的 我们可以在国际标准下 走得更好更远 今天 长城已经在俄罗斯站稳脚跟 奇瑞的发动机 已经出口到了发达国家 比亚迪的电动大巴 已经成了国际标杆 造车新势力未来 已经在挪威开了店 但这只是开始 必须有更多的自主品牌 走进发达国家市场 中国汽车国际化的梦想 才有实现的可能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还请关注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